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 先进篇谈到炎灰死有四章 这个可见炎灰死这件事情是孔们的大死 其他弟子们死都没有这么说 转语里面没有说到其他弟子们死孔子有怎样 没有 但炎渊死你看写了四章那真的是大死 那炎渊死的时候只约一天上瑜天上瑜 那个是消息传到孔子的时候 孔子当时的反应就是一 一就是那个醉心之痛 像以前学公我的老师 学公那时候听到了他的朋友刘双桥 老师在台北过世的时候 那在台中就放声大哭的 意义就是那个醉心之痛 然后说的天上瑜天上瑜 连说两句代表一个深情 那个天上瑜 老天爷要亡我老天爷要亡我 为什么老天爷要亡孔子呢 在哪里亡孔子呢 因为道是赖言回来传 孔子回到鲁国的时候 其实已经老了 这个时候呢 当然需要有人传 虽然三世书定理乐 赞咒欲修纯秋 虽然这是文化非常重要的 必须要保留这个文化 但保留人去讲解 那更重要 因为道在人的身上 文武之道为罪于地在人 所以把经书整理出来 估重要 保留这个人才更重要 因为文武之道为罪于地在人 文武之道不是在书 是在人 叫人能红道非道红人 道在那里 没有办法把人教化 只有人一直到 才能够发挥道的价值 道离开人 道发挥不了价值 道在人的身上 道才能发挥价值 所以这样读的话 天上鱼 天上鱼 就合理了 那言辉为什么 可以当得起 孔子真正的传人 你当然在轮椅里面看到 孔子对他的赞叹 赞叹是人 赞叹是贤 这个是在讲他的心态 他的能力 但他这个人 其实是在文上面厉害 这个才是厉害 比如说文艺之死 而且孔子跟他讲课 孔子越讲越高兴 叫做语之不多 而且他是 这个听课 而且学得很好 就是好学 而且呢 听课的时候是 法喜充满 无所不悦 而且回去赴讲的时候 退而行及 是意足以法 可以把孔子的 未经之意 讲清楚 而且他可以运用 比如说 用之这心 舍之这场 他有这种 进退的引力 紫西大部说 他是宰相之才 然后曾子也是 他教出来的 孔子也跟子宫说 我跟你都不如言回 从这些来看 特别是他的好学 然后他去听文 去做孔子的传承 那一分 然后孔子要子宫 去跟言回比 子宫说 何敢忘回 言回是文艺之死 可见那个文 是多么重要 所有的这个学习当中 传承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品德当中 所有的能力当中 都从学来 而学要从听文来 所以你看到文 有多么的重要 言回就是 质地很好 物性很强 但是他是更 能够从听文当中 得到传承 这个特色 可能一般人 是不会去讲究的 言回在鲁埃公司 四年过世 去鲁埃公司四年 还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西寿霍林 这个麒麟 被孰孙氏的车夫 就打伤死 孔子一看 就很感慨 就是麒麟 是人寿 在明君的时候 才出来 结果在乱世出来 又被打死 那可见倒是不传 麒麟是一个 盛世的时候 才出现 那被打死 是摔死 再加上言回过世 代表 没有办法传到了 那还有呢 第二年 子路也过世 有人说 天生言回跟子路 来辅佐孔子 真的呢 你看像以前 释迦牟尼佛 他有色利子 色利子就像言回这样 目间年就像子路这样 那都在释迦牟尼佛 之前过世 就等于天降王的征兆 就是要 等于是 入灭的征兆 这种被老师赞叹成这样 是不得了的 一般能够学得好 都已经不错了 学到老师 从古典里面赞叹 而且这张叫 天上瑜 天上瑜 那是有无限的感慨 那有人说 这是老天爷 孔子对老天爷 这种 感觉到抗议 你怎么可以赏我 你怎么可以赏我 其实这不是 这是一种感慨 孔子不会去怨天尤人 假如不怨天不尤人 下雪而上达 知我者起天乎 你只能说 无知命于乎 王呢 这是命吧 可是 虽然讲天上瑜 天上瑜 还好就是有真子 真子受教于 孔子跟颜回 能够继续 这孔子之道的延续 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以上是这一章 那我们一般来看 就是我们上一章也讲到说 颜回过世的时候 当然大家要厚仗他 因为在老师的心目中 在同学的心目中 都这么厚 但是孔子为什么不主张厚仗 我们上一章讲 为什么不主张厚仗 就内心再悲伤 也不能坏乱理智 答应后仗 后面反而更糟糕 其实有时候理智 情感当中 要理智去观察 避免从情感当中 带来后面的祸患 好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